在联合国设在猪八的难民营里 大部分难民是努尔族人 前副总统马长尔就是努尔族人 努尔族人说 他们成了吉尔总统的卡丁族人的攻击目标 全国不仅是首都猪八 到处都在打仗 甚至其他省至今都在打仗 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战火 克里斯丁比曼莎是总部设在巴黎的 医生无国界组织的医生 他警告说 难民营里的恶劣条件可能导致疾病蔓延 这种情况一向让我们担心 首先是霍乱 我们还算幸运 因为我们在城里 不过这里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传染病 可能会爆发麻疹 也可能会爆发脑膜炎 2011年7月 石油资源丰富的南苏丹从苏丹获得独立 两个星期前 吉尔总统和长期对手 前副总统马查尔之间爆发冲突 大规模屠杀等暴力活动 导致成千上万人到猪八 和其他城市的国际机构寻求庇护 联合国和地区领导人敦促双方停止敌对行动 美国苏丹和南苏丹问题特使唐纳德·布斯 星期五和吉尔总统举行了会谈 我们的会谈富有建设性意义 在会谈中 吉尔向我们介绍了前一天 他和埃塞俄比亚总统 以及肯尼亚总统讨论的内容 他确切证实他正在全国范围内安排停火 同时向困在战火中的南苏丹人加强人道援助 吉尔总统指责马查尔策划了一场未成功的政变 在南苏丹挑起广泛冲突 马查尔的武装力量控制了重要产油地团结州 可是他否认试图政变 努尔族人说 卡丁族人试图解除努尔人武装 从而点燃了这场战火 星期五 东非领导人在肯尼亚举行会谈 试图达成停火协议 可是没有邀请反政府领导人出席 分析人士说 不邀请反政府领导人的决定 可能会阻碍和平努力 美国之音霍克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